台积电股价屡创新记录 董事长刘德英总裁魏志佳 亲自主持14号线上法师会 去年第四季台积电合并 营收3615.3亿新台币 EPS5.51元 是单季新高记录 总计全年度台积电大赚两个股本 公司高层预估 未来五年内台积电美元营收 年负合成长率还将达到10%到15% 代表到2025年 台积电营收都将不断写下新高 去年以5奈米制程 吃下苹果iPhone晶片 今年更有看头 台积电2021年资本支出 将达到250至280亿美元 相比2020年年成长45%以上 可说跌破外界眼镜 法人更是频频追问 难道跟英特尔外包CPU订单有关 台积电强调 台积电强调不评论单一客户 但董事长刘德英透露 高效运算领域将成为台积电业务成长 主要动力 主要动力 CES大展上回答 AMD Inter 纷纷端住新品 外传都找上台积电代工 也让营收大有斩获 汇率方面 财务长黄仁昭表示 新台币汇率每上升1% 将影响0.4%的毛利率 但中长期维持毛利率50%以上 还是很有信心 新台币是沈维彤 台湾台北报道